那这边的话呢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一样等一下先新增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部分的话 就是直接名称我叫login.jsb.html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建一个form 其实建form当然在那个 在ASP.NET里面 Visual Studio里面还蛮方便因为它可以拉元件 或者Dreamweaver里面可以啦你可以用Dreamweaver把它拉一拉然后再贴过来OK啦 那里面的结构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form 然后ActionAction是丢给谁 有没有有谁去接 所以这边对应到一定会有一个一样的名称 JSP 然后呢我们mancer是post 另外的话账号是一个input是一个 我们名称就是 TBXNAME 然后那这边有一个是TBX的一个password 那换行有个summit的登录OK大概表单是这样子 一个是html 第二个的话是 我们的程式部分 那接的话呢 当然接的方法不太一样 我们前面的话 一样是用utf8来接 那接的话把刚刚传递过来的 因为是 透过什么 透过post的方式传递 所以一样去抓到这两个名称 他丢给我的名称 然后我这边程式只有做一个比对 如果他的 帐号是Terry 他说的是1234 那表示是正确反正是错误 所以我这边最后demo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边最后我进来的话是这边 直接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呢那我这边把它输入一个账号 比如说Terry 然后 12我先输入一个错误好了 按一个 登录 那各位可以看到他有接到了 可是问题他怎么样呢 他这边有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所以也就不知道他传了什么